這是一個事後檢討的影片 我介紹了一件便宜的貨品給客人 當天跟他看進環 尋找房子跟他看一看 再談一談他實際上面對的情況 究竟他有什麼需要 我怎樣可以幫到他 我們一邊聊一邊了解 我發現他對房子的概念不太多 因為他都是來香港的專材人士 看完之後 不太刺入他 所以他要買三磅 他就是一家四口 就是我兩個小朋友 一個小朋友比較大 一個小朋友比較小 讀小學 兩夫婦 基本上他需求一定三磅 不會買兩磅 不過他跟我說 他投資有得、自住有得 我跟他見面 我覺得他不自住的方向想會好些 而且他都遭嚴 他不想一次過把所有錢放在房子上 這個也不適合 他可以利用高城做按鍵 就是向銀行多些 留多些流動資金 給自己做生意都可以 當然他也跟我說 他不想有太大的壓力 不想有太大的壓力 又能買到三磅 我說你不如目標在一千萬 或者一千二萬之內 三磅會比較規復邏輯 以及不實際 他就跟我提過火炭 升海提案 我說你買下去坐下艇 而且那裡貴到飛街 一定是不適合你 我說你便宜一點 想回大衛 有一個大的站頭 有一個大的商場 除了明城那邊的價錢 買一間三磅 一千到一千二萬 都能滿足你的預算 另一個選擇 就是買元朗 又好攤那邊 也值得想 例如又好攤 又好攤 又好攤 買一間三磅 都是一千萬左右 甚至有閘 我覺得可以的 我再跟他了解多些 他最主要在中環那邊 見一下和上班 小朋友 他就傾向在蘇智那邊讀 不過本身那間 可以嘗試去帶小朋友 見蘇智先生 看他那邊收不收 越近港島 又不是經常回內地出產 其實將關有很多的 因為那邊去港島都方便 去蘇智那邊都方便 當然不會說太古城或者城市花園 因為他研究 二十年左右的樓 他會接受到 一些內地的朋友 通常傾向買一些比較新少少的樓 而他在港島買一個全新樓的三磅 是買不到的 可以看一看 你有很多東西看的 你才可以上網下載幾個apps 在apps裡找一找你想看的地區 或者你想看的樓那邊的樓間 是不是你自己心目中想要的 我就跟他介紹了大概 什麼價錢 做到什麼案件 簡單講一講 就放了他走 都放自己走 假設你是個客人 你會在大圍郎 蔣君澳 他還說青衣 這五個地方 或者你想到的其他地方 你打算選哪裏 可以留言告訴我 可以給予一個意見 一起參加都可以 可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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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